在2005年发生了所谓小风炮的事件之后 大家对于社会安全网都非常的重视 但是最近又发生了几起 害人听人的凶杀甚至于是分尸的案件 让我们感觉到推动社会安全网的建议更是刻不容缓 今天由行政院林婉宜、林郑伟 他率领了重要相关部会的长官到我们林郡县来 来说明以及探讨怎么样能够落实这么一个社会安全计划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社区里面怎么样能够提早的去发现这些危险的因子的存在 然后针对这些危险的因子 我们怎么样去做预防、去做辅导、去做处域 希望能够消灭这些不幸的事件于事先 所以这个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整合 政府部门跟师部门的一个整合 以及我们把这些网络能够明密的建立起来 这个工程就变成是非常的急迫 所以中央提出了这一门一个加强的计划之后 我们一定要当然是会全力的配合 而且这个牵制到中央的相关部会 在我们地方也几乎是各局处的 大家全部都要动起来 所以今天虽然是在议会的总视群期间里面 我们也特别跟议会说明这个重要性 我们相关局处的首长都一起参加这么一个研讨会 那当然在推动的初期也会碰到一些困难 包括人力的需求、包括资源的需求 这部分的中央是有一些益助的 我们地方政府也不会推诿责任 总是希望我们大家更加紧密的合作 能够让这个计划早日的来落实 有同时更能够来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安居的环境 一个社会安全的环境 那我们明立县政府要如何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 向中央争取一些协助 我想这个计划的内容都已经非常的详细了 今天也做了一些报告 其实是在于中央跟民众怎么连结的问题 资源怎么样溢出的问题 整个计划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相似了 问题是很多问题是交叉重叠在一起 那这时候不是单一举处可以解决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就叫脆弱家庭 有这些情况叫脆弱家庭 那什么叫危机家庭呢 这家庭里面已经发生家庭暴力 不管在所谓物质上 或者生理上 或者心理上 或者环境上 一些脆弱性 导致需要多重的支持 不能够介入 如果是很简单处理的个案 精神疾病的个案 同时也是家庭暴力的个案 家庭暴力的 那再跟自杀系统去勾计 因为很多人就有自杀的个案 也就是在这些精造系统的个案里面 这些精神疾病的个案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跟自杀的个案 整合系统不搞不好 这彼此间的连结吧 大家都各处齐真 其实每个大部分都觉得自己一块被蛇 可是 为什么事情还是一直发生 中间的连结也是有问题 然后整个概念上面往往从结果面去处理 没有考虑到去从预防性的角度去看 那还有很多服务我们可能可进行不高 比如这次我们就增加社府中心 希望能够在社府能够 社府中心能够在第一线让它可进行高一些 我们每个事情都跑到社会局 所以距离就很长 那这个整个的协助 那这是针对策略一 我们第一个做法 就是物件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整合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跟社会福利服务 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 现在的问题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很多筛景工作做得不够完备 那预警机制 这些都做得不够好 还有带经济 大家原来不管是教育部 劳动部 或者内政部 其实大家原来都有各自服务的范围跟责任 可是在这个合作之间呢 其实还往比较缺乏一些既定的流程 共同的协力的流程 比较缺乏 那中间的服务的衔接 这边也都会出现容易出现问题 对个案的认定 看法上的话 我们也有不同的 来降低在犯的风险 对社区人员暴力的资财 您容忍的态度 透过强化宣导 个案管理 网络合作 公司协力 还有召开一些联系会议 那甚至是一些服务据点建制 还有资源的连结等等 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运作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运作 去守护我们的个人